他们说年轻人要努力 要多去想点主意 他们权益怎么都好 就是别去跟前赌气 别待在家里愁 被压力压扁头 想婚口饭就乖乖跟人 屁股后头挂点油 如果女娃没有造人牛顿 没发现苹果 如果那些大规模战争还没有停火 那是否这世界也就不会再有困惑 看那些经历遭遇的人 要如何振作 我17岁时出来 婚开始不在家里住 我早就明白上帝的不会 拜拜的给我发礼物 想要得到就得付出 想到时候必须要命的孤独 别总是让自己够得舒服 饥饿感扑起着新鲜出 路的新技能 其实是补充经济生 保持对我新人的兄弟们 已经开始准备新一轮 当你开始担心没法迈步 招牌出无所谓的态度 经济起我败去其中 真正的把气不用外露 更不用谁来帮我带路 根本路一直都在脚下踩 只要我想要的都会有 但是从来都不需要老爸买 我们上了球场去打野球号 命就像突飞的抢东西 对手像自由 不过在游泥上 靠近的球迷上来就被打蒙蔽 当你眼睛里看到的只有蓝光 我们看到的几乎会埋伏底线 还要更多选择在球场的事业 不止是2K的那种体验 尽量分散我的注意力 车子开往下个目的地 虽然剧情已经杀了情 结果还是一不小心入了戏 如果面带不舍 会让面子落地 没法笑着跟你挥手 那我选择投意不回地 戴上墨镜 像是断线风的飞走 我有一双球鞋穿了六年半 他陪我搬过家 也踩过很多九地板